前面咱们学习了常见的粒 在生活中经常有很多粒是一起出现的 一个物体可能同时会受到好几个粒的作用 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 如果我们能想办法把这些粒合并成一个 计算就会比较简便了 当一个物体受到几个粒的共同作用时 比如两个同学一起提水桶 我们可以找到这样一个粒 这个粒产生的效果跟原来的几个粒共同作用的效果相同 这样的话这个粒就叫做那几个粒的合粒 而原来的几个粒叫做分粒 但需要注意的是 首先只有同一个物体所说的粒才能合成 比如我们不能去合成一对相互作用粒 其次不同性质的粒也可以合成 比如物体受到的弹粒重粒摩擦粒等可以合成 最后因为合粒与分粒是作用效果上的一种等效替代 合粒和几个分粒的共同作用效果相同 因此在受理分析中不能同时出现合粒和分粒 好了合粒与分粒的概念咱们就说完了 来看几个例子 这是一幅世界名画 俄罗斯画家列宾的福尔加和尚的欠夫 在辽阔的福尔加和尚有一艘货船 一群穿着破大的欠夫 卖着沉重的步子沿着河岸一步一步向前走 他们大多身子向前轻 可见都在用力 我们来分析一下 逆风行船所需的总动力 就只能是由欠夫们提供的拉力合起来提供的 这个总动力就是欠夫们拉力的合粒 而这些拉力就是船前进所需总动力的分粒 值得注意的是 上面的例子中 合粒比单独的分粒要大 那是不是说不管什么情况 合粒一定会比分粒都大呢 答案是否定的 分粒共同作用所产生的效果 可不一定总是比分粒都大 也就是说合粒不一定大于分粒 下面这幅图描述的是一则 俄罗斯文学家伊凡写于1814年的预言 天鹅 缩鱼和龙虾 它们三个都用力拉套 天鹅拼命向上 往天空中提 而龙虾却向后拖 缩鱼则朝水里拉去 在它们看来 货载并不算重 但大车总是寸步不移 从物理学角度来讲 这些分粒没有配合好 其产生的合粒甚至几乎为零 这样车当然不会动 我们接下来将学习 合粒与分粒的定量关系 求几个粒的合粒的过程 叫做粒的合成 这次先讲到这里 你快去做练习吧 J.B.zeich 4 5 5 4 5 6 5 6